接下來我們要上的是光的反射跟面鏡成像 反射有反射定律會考 面鏡成像也會考 都會考 不要瞭解 第一個叫做反射跟反射定律 基本上你要能夠看得見東西 就是要有光進到你的眼睛 如果這裡完全都沒有光 完全是黑的 你就看不到玩意兒 所以必須要有光進到你的眼睛 它才會看得到 那哪來的光 一種叫做自己發光 自己就會愛愛內含光 OK 然後或者呢 或者是靠著反射 把別人打過來剛剛反射過去的光 所以要有光線進眼睛 有些是自己會發光 像蠟燭 像手電筒 像日光燈 自己就發光 你就看到它了 其他的呢 就是要靠反射光 反射光 不發光靠反射 書本 石頭 它靠反射光線進到眼睛 然後呢 讓你能夠看得見 所以 要有光 進到眼睛 才會看得見 哪來的光 一個叫做自己發光 一個叫做反射光線 進到你眼睛看得到 OK 所以這裡就有個反射 然後我們跟各位講過了 只要是坡 只要是坡 碰到障礙物 彈回來就叫做反射 只要坡都會反射 只要反射都會遵守反射定律 光也是一個坡 所以碰到彈回來就要反射 就像籃球的插板得分 或打撞球 什麼一顆心進彈 那個之類的意思都是一樣的 所以就叫做反射 打到彈回來叫反射 那跟你講過了 坡洞都會反射 光波會反射 所有的反射都會遵守 反射定律 於是要停車站接問 啥叫反射定律 你還記得什麼叫反射定律嗎 我們說反射定律有兩點 第一點比較囉嗦 入射線反射線跟髮線在同一個平面 入射線跟反射線在髮線的兩側 這件事我以前教過了 這件事我前面已經教過了 我說比較重要是第二點 對嗎 你還記得誰是第二點嗎 你還記得第二點是什麼嗎 我說比較重要是第二點 你還記得什麼嗎 不記得 這張臉就告訴我不記得的意思嗎 唉 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這個比較重要 以後考試考一些角度問題 就是要用到這個 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叫做反射定律 叫做反射定律 好 有兩點 第一點入射線反射線跟髮線在同一個平面 入射線反射線在髮線的兩側 第二點比較重要 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然後上次就講過了 這有一堆名詞 入射線反射線法線 入射角 反射角 所以要弄懂它是什麼意思 這我教過了 我教過了 啥叫入射線 你還有記得嗎 你還記得什麼叫做入射線嗎 要找女生嗎 隨便啦 女生來就可以 來14號有嗎 沒有14號 那麼26號 26 沒關係 26 啥叫做入射線 不會 543 210 不會 可愛的請坐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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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射坡的前進方向 插板得分就是那個球丟出去 丟出去的球走的方向叫做入射坡前進方向 所以叫做入射線叫做入射坡前進方向 那比 入射坡的前進方向叫做入射線 比照辦理 那啥叫反射線 入射坡方向叫做入射線 那什麼叫反射線 就是反射坡的前進方向 就是那個插板得分 丟過去的叫入射彈出來的叫做反射 它走路叫做所謂的反射線 反射坡的前進方向 OK 阿你還記得啥叫法線嗎 你跟我這樣 很好不錯小老師有講話 法線就是什麼意思啊 講過嘛 理化上物理上用法這個是代表什麼 垂直 所以法線就是什麼意思 垂直障礙面的線 在那個打到的那個點上面垂直的 叫做垂直障礙面的線 叫做法線 所以叫做入射線反射線跟法線在同一個平面 入射線反射線在法線的兩側 法線的兩側就是 反射定律低一點 知道什麼叫入射線 什麼叫反射線 什麼叫法線 然後 然後 有個入射角會等於 反射角 停車站界問 啥叫入射角啊 啥叫入射角啊 有可愛小女生 小女生 你們班沒有十五號啊 那麼 那麼 九號 九 九是誰 心靈小姐 對不起 是你 什麼叫做入射角 很好 入射線跟法線的假角 入射線跟法線的假角 叫做入射角 入射角叫做入射線跟法線假角 比照辦理 反射角咧 反射角咧 反射線跟法線假角 反射線跟法線假角 叫反射角 好你要搞清楚 什麼叫入射線 什麼叫反射線 什麼叫法線 誰叫入射角 誰叫反射角 以後考試題目 入射線跟障礙面夾二十度 請問你 反射角幾度 請問你入射線跟反射線夾角幾度 請問你反射線跟障礙面夾幾度 就是角度問題而已 就是要重點就是 keyword就是什麼 入射角會等於 反射角 法線樣跟障礙面 垂直 樣子弄就可以了 所以 第一件是要先弄懂 每個名詞 什麼叫入射線 什麼叫做反射線 什麼叫法線 什麼叫入射角 什麼叫反射角 反射定律 第二點重要要記好 入射角會等於 反射角 就是跟各位介紹反射定律的部分 ok